这道菜很适合家庭料理 你可以先煎这个板豆腐 然后再去炒豆瓣酱 再加水之后 把这个粉丝收干完之后 豆腐放上去 一锅到底的料理 今天我和观众朋友介绍一道 我们焦麻粉丝豆腐宝 就先来切豆腐咯 中间画一刀 然后翻面过来画一刀 中间再对开 所以一个豆腐可以切12片 香菜的话主要是以点缀为主 所以我们就大概切一下香菜 芹菜切猪 辣椒我们切圈 这样我们就把它切片 再切丝 再切碎 这道菜的主食材是板豆腐 板豆腐的营养成分比较高 嫩豆腐就不太建议 因为有时候久煮的话会化开来 那板豆腐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毛性孔比较多 所以煮完的时候它会吸很多的汤汁 这个步骤我们来煎豆腐 豆腐在下锅之前 你可以用厨房纸巾压一下水 再来下锅下去煎 煎的时候慢慢煎 消消火慢慢煎 煎一面大概两分半的时候 你就可以翻面了 好 我们就两面煎到上色 好 这个豆腐呢 只要煎到金黄上色 它就会有孔洞冒出来 那孔洞冒出来呢 酱汁一进去就会收汁了 好 煎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上来 那这道菜呢其实也是有点偏麻辣的一个风味 那我自己呢会用这个豆瓣酱 那台湾的话呢都是以黄豆去做发酵比较多 那中国大陆呢有时候会用蚕豆 那它的风味跟它的颜色也都不太一样 那我今天是用比较大陆的一个手法 那它的中药材的香气也比较浓厚 姜末放进来 我们先做爆香 好 把姜的香气呢煸香出来 好 再来吃豆瓣酱 好 炒香 酱油 好 一点的五香粉 让它有一点点的中药材的香气 好 白胡椒 好 把这个酱呢先把它炒香 好 炒香的时候你就可以加水进来咯 酱汁煮滚 煮滚就把这个冬粉先放下锅了 冬粉一定要先泡过喔 因为如果你没泡过你整个下去的时候 它会先溶解再扩散 然后再收汁 它的时间会比较慢 那我们就把豆腐也放下来咯 好 这个收汁的时间呢大概两分钟左右 我让它快速地把汤汁呢吸到豆腐里面啊 跟这个冬粉里面 其实这道菜我会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可以吃饱那视觉上也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自己就是在家里面研究完之后 在餐厅也有出这道菜 好 今天在节目呈现给大家 那主要的这个重点的部分就是在于说 我的豆腐呢一定要入味 不然它会有那种深深的水的那种味道 好 你看喔 快收汁囉 在起锅之前呢 我会在锅边淋一点花椒油 让它有一点麻麻的香味 好 我们就是把它拌炒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加入芹菜 辣椒 香菜 好 就可以准备起锅囉 在起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芹菜 香菜 还有辣椒 就完成这道椒麻粉丝豆腐堡 好